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肉松100克,辅料,奶油60克,鸡蛋一个,黄油25克,牛奶130克,盐2克,酵母3克,玉米,小葱两根,白糖20克,沙拉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好所需要的材料, 把鸡蛋,牛奶,白糖,盐,高筋面粉,酵母粉都投入面包桶内,酵母粉放最上面,选择菜单,二颗封面包体动面包机工作,揉面20分钟的时候放入软化的黄油,继续工作揉完面团并发酵至两倍大,蹲点关掉面包机,取出面团排气,分成小份并滚油盖起来松弛10分钟,取一份擀开, 放上肉松并积点沙拉酱条味,从一头卷起来,收口要捏紧,并一次做完全部的面团,排入烤盘,二次醒发,准备奶酪馅料,玉米桌水断生,奶酪和小葱切小丁和玉米混合半均,二次发酵好的面团,在顶端画一条口子,撒上奶酪玉米馅,入180度的烤箱中层20分钟, 捉炉后放凉再吃,切片吃也不错,口感鲜香柔软,烹饪技巧,面团一定要揉制扩展性阶段,面包体才会柔软,材料不要太多放,以免面包体会走形不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